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184項和206項的轉彎角 現在可以看到有不到十坪大的小花園 當地里長把社區的張亂點整理後 種植檸檬香茅 而在里長和志工們細心照顧下 改善了社區的環境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184項 與206項的轉彎小角落 現在可以看到有一片不到十坪大小的小花園 而這個是里長在今年所種植的檸檬香茅 但里長說其實在這之前 這一塊小小角落可是常常被丟棄許多垃圾 形成里內令人頭痛的髒亂點 而在里長與志工們的精心整理之後 現在也將環境美化成為一處小花園 這塊地方原本都是我們的垃圾場 就是一個髒亂點 大家都會隨手把垃圾包 然後髒亂垃圾喝完的飲料 什麼隨處都亂丟 那一直都是我們很頭痛的地方 那因為就是這邊剛好也是我們沙倫里的公布 那里長跟志工我們就動動巧思 希望說把這一塊變成一個我們的小花園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種下了檸檬香茅 那希望這個檸檬香茅可以順利的成長 里長表示過去這裡雖然只有不到十平大小的空間 但一旁就緊鄰運動場地還有許多樹木 常常被丟棄許多的家用廢棄物形成垃圾堆積 發出惡臭就算是貼了公告也沒有多大的效用 因此里長就與志工們動動巧思將這裡整理翻土 種出沙倫里的小小確信 那我們也可以把檸檬香茅再循環再利用做成香皂肥皂 或者是些防蚊液的作用 那也可以再分送給各位里民 或者是舉辦手作課程讓里民大家一起來參加 那志工也針對這塊土地呢也非常的用心 定期都會來巡捷 如果有垃圾的話我們還是會來清除 那里長在這邊也要呼籲大家 我們不要把垃圾隨手亂丟 里長表示這一塊小花園都是里內志工及里長去找來許多的空心磚 排列而成的小花圃種出檸檬香茅 而未來這些種出來的植物也可以作為里內的課程使用 例如製作香皂課程 防蚊液等等 也可以在節慶分送給里民 而未來在維護上志工也會定期巡捷 來照顧這些檸檬香茅植栽 也請大家不要再亂丟垃圾 一起維護里內的綠美化環境 記得許團一旦水採訪報導 第二次的檸檬香茅植栽 我們小朋友看到召喚了 第幾個檸檬